刚出社会工作的时候呢 我当然还是个菜鸟 有一天呢 我带着在办公室认识的朋友回家吃饭 刚好爷爷也在家里 便一起吃饭咯 等我那位朋友回去之后 我的爷爷却突然开口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宝贝孙女 你这个朋友啊 只怕不可深交 我吓了一跳 爷爷怎么会这样开口评论 我带回家的朋友呢 那时候 我跟这位朋友的交情还不错 而且我觉得 他也算年轻有为 比我大不了多少 就当上我们这个部门的小组长了 又对我不摆架子 人很不错呀 那为什么爷爷会说不能深交呢 爷爷进一步说 从这个人的吃相来看 其实就可以猜测他的品格 这个孩子夹菜的时候 总是用筷子 把盘子底部的菜翻起来 摆弄几下看看 有没有什么菜 然后呢 才夹起来吃 而碰到自己喜欢吃的菜呢 更是反复翻搅 把一盘菜弄得乱七八糟的 我不以为然地说 每个人饮食习惯不同啊 这也不一定和人品有关吧 爷爷摇摇头说 如果一个饮食匮乏的穷人 面对一盘盘美味的菜色 吃相狼吞虎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很少吃到像样的一餐 但这个孩子可以看出来 他物质生活并不缺乏 吃相却如此难看 只顾自己 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用筷子在盘子里面随便地翻找 我觉得啊 如果改天对上利益的诱惑 他一定会不择手段站为己有 不会顾及别人的 你若和他深交 只怕不好 也不知道我爷爷 是不是真的有推理的依据 还是太老古板了 只是后来呢 我的这位朋友 果然应验了爷爷的话 他为了贪图迎头小利 就拿了公司的商业机密 跑去对手的公司就职 全然不管给别人带来的痛苦 虽然如此 我还是不敢说 爷爷这个吃饭看人品的方法 对不对 你怎么看呢 我也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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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m